一年一度的觸目盛是2019香港小姐競選決賽 今晚圓滿結束 新鮮出爐的香港小姐冠軍 就是現年25歲 一直是賽前大熱的一號王家文 而她還同時成為最具體態美佳麗 相信現在的心情一定是很激動 我還是好像在做夢 我覺得整件事不是很真實 但都很開心 至於亞軍23歲的五號王妃 都同時奪得最上鏡的小姐薯榮 而貴君就由全場年紀最小 19歲的八號古佩玲奪得 不知道兩位當選之後 會想向哪個方向發展呢 我自己是很想當演員方面的 因為我當初報名參加香港小姐 我都希望能夠加入娛樂圈 做演員這一行 所以我希望之後有戲可以給我拍 然後演員主持 我都想試一試 我想多方便的去嘗試自己 突破自己